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次来我们家洗 对 今天我已经洗光了 怎么办 下次来补洗 下次补洗 下次补洗 怎么会找到一个吃货来我们家呢 不过既然它是个吃货 我从小到大都不知道它 只会吃 不会做 小毛 来个简单自我介绍吧 好的 大家好 我就是小毛 那个 我其实 从一毕业开始就做记者工作 然后到了后来我要去拍纪录片 结果纪录片拍到一半 被金普聪老师钾回来说 帮马总统选连任 然后在那之后呢 我又回去媒体 也当了中式华式制作人 结果又被柱柱姐钾出来 说再来当发言人 再来做文宣 然后后来就进了国民党的文传会 一开始的政治工作就一路到现在 文传会 对 文传会 我那个年代也是文工会 文工会 就是文工会 可是就我印象当中 文工会里面要不宋楚瑜 要不关中 小毛你何德何能进文传会啊 文传会里面到底在干啥啊 其实我待过文工会 是我大学的时候 当然后来国民党改制度 联主席之后就把文化工作会 改为文化传播委员会 那这个文传会呢 我们做的时候 因为我采访也是跑国民党 跑总统府的新闻多 那所以说它其实就是新闻 舆情 种种的 当然还有文宣部队 以前我们 大家可能耳熟能详的 所谓的口部队 鼻部队 之类的东西 但是到了现在呢 我们知道整个传播的路径 最大的已经不是马路 而是网路 所以现在的文传会呢 又因为国民党把自己做小了 不好意思啊 那所以现在的文传会 它很多功能其实只是小编了 对 OK So sad 好 好像也没办法 我这里是可以讲实话 好你有提到什么奇奇怪怪的 什么东西都可以在这边讲 那很多耶 生冷不济 但咱们稍待一会儿 各位好朋友 那以前坐在这个位置的通常都是我老婆 今天找了一个小毛来 先跟大家讲一下 我是没有任何性向上的改变 是在暗示我说的吗 我没有这种心理准备 我没有这种习惯 不过 大家都知道我老婆是山东人 小毛我记得你也是山东人 我也是 哈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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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家人 哦 对 哈尼 客家人是的 诶 客家叫哈尼 对我是客家人生的 我女儿也是客家人生的 哈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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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这两个好像听起来 客人 蛮不错的 哈尼 像吧 其实在我们这里 眷村里面 山东人比例特别高 嗯 然后在我们的同学里头 其实客家人的比例也很高 嗯 不过 你的经历这么多 其实我们有一阵子没联络 是 我看到你 都是在电视上看到 哎呀不好意思啊 我一直跟我老婆介绍 今天要找来的一个小毛 他是名嘴 你刚介绍的那些 我一点没跟他讲 名嘴 算是骂人的词 啊不是啊 哈 哈 现在名嘴应该 不算是个正面的职业 不是太光明正大的感觉 以后叫我小毛就好 不要再叫我名嘴 哈 好嘞 不过 我想今天早上 我已经跟我的所有好朋友都宣布了 我会邀请一位名嘴 到我的节目上面来 因为大家对名嘴啊 除了电视上面表现的那一面 还有电视后面 看不到的那一面 都非常有趣 所以我好多好朋友 已经在网路上面 错过各个管道 给我留了很多问题 是 如果这问题没给你看过 咱们就来个快问快答吧 好 一刀不剪 我直接问 小毛你直接打 好不好 讲错了也不剪 好 那我们就准备开始咯 刘宛 好紧张 好 来吧 小毛 我们看到所有的名嘴都好像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 真的所有名嘴都知道这么多事情吗 当然不是 那制作单位是有给你稿子还是 看状况 如果是时事讨论的话就各凭本事啊 大家知道什么讲什么 那如果是那种知识性的或是故事性的通常有脚本 有脚本 有没有读稿机 诶 诶 诶 读稿机是主播专用的 名嘴就是靠脑袋靠纸本靠嘴巴 真的啊 那比我们的总统厉害多啦 读稿机很贵的 谁给你名嘴啊 诶 总统好像还不止一台读稿机 哦 诶 诶 他那个透明读稿机 一面一架就要18万 哦真的啊 他通常蔡英文要摆三架到四架 这样看起来眼神会有错 他有各个角度都有 哦 很夸张的 那我再偷问一下 马英九只有两架 啊 马英九也有 不错不错 那马英九只花了36万 通常录一集30分钟到一个小时的节目 他真正的录影时间要多长 呃 live的话当然就时长 多长就多长 是 但是如果是录影节目的话 像我们如果一次去参加两个钟头的节目 他可能会录到两个半 所以只剪掉 呃 不一定 因为我看制作人的功力 我当过制作人嘛 像我要多长的时间 我们扣掉广告破口的时间段 多少 时长 一个小时 我们实际录出47分半到48分 两个钟头就以此类推 double 150分钟 我就会抓得准准 哦 对 算得紧紧 对 会不会被制作单位要求讲一些违心之论 呃 有时候会 那大多数的名嘴会讲违心之论 还是照着自己的想法继续伸张正义 嗯 大部分的名嘴就是谁给他钱他就讲 你呢 我是 宁愿不讲 而且我可以直接跟他们说 那以后不要找我 哦 真的啊 不同意见的来宾在下广告的时候会不会吵架 看状况 有的是真会吵 有的是假装吵 然后录完节目可以一起去喝酒吃饭 所以有的是真吵 有的是假吵 真吵的比较少 像你说我跟郑春琪老师这么好 是 我们十年前一起上节目的时候 还真的在节目上吵过架 坐中间的是黄光琴 光琴姐就 春琪老师坐这 光琴然后我 然后这样做 然后我们就真的吵架 吵到光琴出来挡一下 我们两个还往后靠近去吵 可是我们就很好 但是为了理念的东西 因为我们都是搞社运搞工运的 所以我们彼此都很理解 但是为了一个各自的意见 我们会坚持到底 可能理念不同 但是还是会坚持到底 但我跟春琪是真的好 嗯 好久没看到他了 下次找他来 没问题 他会不会做菜 他跟我一样只会吃 那 外界再找他来 哈哈哈哈 到底一集能够赚多少钱 正常行情是一小时三千块 两小时五千块 一小时三千块 两小时五千块 好像没有特别好赚 有的人不一样 像周玉扣一个小时 可以喊到八千一万 嗯 他应该是 人比较高 那不管了 不管了 有没有幕后什么好玩的花絮 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个 幕后花絮啊 你说就是有时候看到名嘴啊 如果是异性之间 互有好感的话 那个就工房之间 有时候还会留情 有时候还会留情面之外 还会留电话 然后这个反正 好八卦 正常人世界的异性相惜 或是同性相惜 我们在录节目的时候 有时候看到都要捂着嘴巴 捏着大腿 不要笑出来 对 都有啦 这个已经突破我的三观了 我想你会讲出什么打架 吵架 怎么讲出来 是这个 吵架有啊 我骂黄国昌 我骂段某某的那些东西啊 这也都是会发生 对 在骂完之后 或者是节目播出来之后 会不会收到当事人的关键电话 我比较跟他们不一样 因为我都是放真感情 在做每一件事情 我们喜欢玩真的 那他们都是玩假的 削的比较多嘛 所以通常我骂完他们 他们都 节目完还要跟我说 不好意思啊 刚才怎么样 怎么样 比如说现在当台车 董事长那个蔡荒郎 以前被我叮啊 他们不是我们说要核四啊 安全发电又稳定啊 低成本啊 台湾就需要这个 全世界高科技发电的 没有道理不要 本来核工还是我们可以输出的 现在变成我们相对落后 糟蹋自己国家人 这不是很笨的事情吗 然后他们民进党不就跟你说 太阳能发电 用风电 用什么的 然后他们就作假 记不记得几年前 他们说什么 比利时高速公路 沿路铺满太阳能 抵过一座核电厂 我说你数学 我不晓得哪里出问题 但是总量算出来 就是1% 蔡王在我旁边 直接讲说 抵整条 抵整个核电厂 我说只有1% 数据在这 你干嘛骗人 他也不讲话 然后 广告的时候我跟他说 你刚明明知道 我在你旁边 我一定会吐槽你 你还这样骗人在干什么 这样你一讲吗 小猫跟我小时候认真的 小猫还是一样 心直口快 啥事都不怕 该得罪就得罪 所以他真的得罪不少人 咻咪 还引以为傲 这就难得了 好嘞 时间不多 咱们最后一个问题 是我好朋友交代 一定要问的 请问 名嘴 到底外星人入侵地球没有 再问一次 到底外星人 有没有入侵地球 这个问题 我觉得我的朋友 阿干 可能比较了解 下次我邀他来吧 他会做菜 谁 彭华干 彭华干 彭华干可以 会做菜 对对对 再由他来解答 对他对外星人比较了解 说真的 要不然马希平也可以 咱有话说不定也成 有话的事情就更神了 对对对 下次再说 不过小猫 好久没见 第一次在现实生活看到你 其他都在电视上看到你 接下来你有没有什么计划 接下来 接下来我就在我们中立 咱中立 我要选市议员了 都 而且我用五党集权 因为我觉得现在的市议员都 划纵取宠不务正业 对不起 没有得罪的意思 只是说个实话 因为市议员的法定职权两项 一个是审法案 一个是审预算 不好意思 现在我们桃园的议员 除了我兄弟 龟山牛许亭之外 他要认真审法案 但是国民党民进党 联手就把照郑文山的版本 通过今年总预算1420亿 照郑文山版本 只统山两亿 千分之一点多的比例 就这样 你要多少就花吧 那这个状况我认为 就是因为明代的不务正业 那这个状况就是说 我们其实真的 我跑立法院新闻出身 我们知道你认真在法案跟预算上 你一个明代一天40个小时 不够用 跑什么红白铁 跟人家说水沟 跟什么电线是你做 对不起 那是里长该做的事情 哗众取宠跟故意弄这些事情 我觉得大可不必 人民要你把关 不要浪费钱 我们就好好干 好嘞 这个讲得有点高 举个实际的例子 当做你真正的证件 看看大家有没有感觉 今年5月10号 我跟我的助理小微 就是被10个警察打的那个小微 我们为什么会去 士克国在青浦 高铁特区去抗议 因为我就讲一件事情 你用举债的预算 15亿举债 各位详情 15亿啊 其中12亿还是中央举了前瞻预算的债 来办世界客家博览会 桃园举债3亿 合起来15亿 在选举年 今年执行 明年举办 这是什么意思 一次绑两年 15亿 15亿 15亿举债预算是违法的预算法 不准任何举债 因应这一类的花费 我去跟他讲说 蔡总统 苏学长 你们都被证文餐骗了 我们全桃园的国中小学生 19万3千100多人 一年的免费营养午餐 只要10亿 你这15亿 拿来给我们吃都有找 讲完之后 车窗被警察砸了 人拖出来打 我如果这一届当选议员 我就要好好的把这个事情贯彻完 在给国中小学生 吃免费营养午餐之前 不要放烟火 不要办演唱会 我们YouTuber就看不完了 不缺你这个东西 真的 有道理 好嘞 那我们话也不多说 我老婆刚刚又弄了一些碗 等一下要请小猫来表演一下 她多会洗碗 今天我们大概就介绍到这个地方 小猫是我的好朋友 今天快问快答 名嘴背后花絮 就到这里 张心漫谈 咱们下回见 拜拜